这猫真可爱 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花花 顺子也喜欢猫呀 顺子 有件事情哥哥想问你 在这一路上 祖母可交代你什么吗 没有 那祖母 可给过你什么东西吗 东西 也没有 对了 祖母说 让我别给姐姐添麻烦 要记得爹娘的话 爹娘的话 什么话 爹娘说 他们什么都不要 只要我开开心心地 长大了做个好人 你们有什么事 伯爷 确定不在西温了 难道 你已经知道血术在哪儿了 看来 顺子并不知道 不过 我定会彻查此案 容不得贪官愚弱百姓 伯爷 尽管彻查此案 小顺子在我身边呀 没人敢动他 顺子能够遇到花花 真是幸运 毕竟啊 这帮乖巧可爱又懂事的弟弟 我可这辈子也没见过 花花对横迪 太过苛刻了些 横迪虽有些贪玩 却是个喜人的性子 何止贪玩啊 天天的 贪吃好赌不靠谱 天天睡到大中午 读书不行练武更废 横迪纵是有百般不识 花花一种目的别人说大义剧场 不是吗 那当然 现在我们的处境越复杂 我便越是知道 总武那些年 默默为我们担下了多少事情 现在总武不在了 班横也还不懂事 所以我总在想 怎么才能像祖母一样 能好好守护班家 花花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难道你没有发现吗 很多时候 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还是不够好 够了 不够 我既不懂文采 又不懂朝堂 这些由我懂就好了 多一个人 岂不是浪费吗 可是我也不会做菜啊 脾气又不好 我也不允许花花 说自己一句不好 自从那日 我与花花共了一十言 我便决定 余生不管经历任何艰难险阻 我都要同花花一起 守护班家 守护你 绿豆糕嘞 好吃不腻的绿豆糕 绿豆糕嘞 来一块 来 您拿好 绿豆糕嘞 花花 你最爱吃的绿豆糕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与娘子天仙佩 旁人看又如何 小兰儿 做自然饭